大家好,欢迎来到雅安 大家好,我是橘子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雅安 现在步行在雅安廊桥上 这边有房子,有酒店 下面呢,就是清一江了 从今天开始跟着我一起 驾驶纯电动车 走吉塞亚巴川藏县前往西藏阿里 出发吧 雅安有三雅 一个是雅鱼 雅安这边的鱼很好吃 之前吃过了 还有一个是雅雨 下雨的雨啊 因为雅安又被称之为雨城 这里的雨水很多 还有一个是雅女 女子的女啊 那么这个就只能请雅安当地的朋友们 给我们介绍介绍了 这群人在这里已经吵了半个小时了 围着那个网红的这个G318打卡 那个屁上那个标志 逃了逃了 这个服务区现在太网红了 人和车太多了 全在拍照啊 嗨啊 跳舞啊 天呐 还是跑吧 还是赶路吧 我们就不跟他们一起玩了 过了康定的这个收费站以后呢 高速就暂时就没有了 现在开始就是正式走318的国道了 这就是川藏第一山峰啊 就是第一座要爬过的一个比较高的压口 折多山叫身后 这个海拔差不多有4300米吧 现在外面还是挺冷的 那些刚上高原就去爬这个坡的都是泳士 我就不去凑认了 前方就是新都桥了 但是现在导航显示那边已经封路了 而且堵车堵在非常非常的长 应该有什么事情吧 然后再往前到雅江那边也是有泥石流的 这边有一个营地 这个是一个营地 里面有很多人在露营 感觉还蛮放松的 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去新都桥的路啊 新都桥在这儿 原本应该是走这条路线 318这边都堵车了 然后这边封路了 现在让我从这条小路去绕 到这儿 雅江在这边 然后雅江这边也封路了 因为那边有泥石流 今天我的目标是先开到雅江 那边海拔比较低 适合过夜 所以一会儿就要去走那条新的未知的路去绕路了 它这边显示是个乡道 宰路啊 也不知道这个路况会怎么样 但是很多时候 这种地方呢 可能会有一些 比较就是出人意料的风景啊 这就是高德带我来绕路的那条小路了 路虽然很小 也比较破 但是景色真的不错 很自然的那种感觉 车分享少 天气也是雨过天晴啊 这感觉真的很棒 哦 去拉萨 去拉萨 那边比这边什么呢 那边新都朝那边在堵车了 封路 所以我们就从这边绕过来了 哦 我也来转一个吧 来都来了 顺时针的啊 那边在堵车里面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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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是误闯了一片秘境 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高山桃园 整条路上面就我 和我的车 好安静啊 你只能听到很微落的一种风声 然后看到远处那边还在下雨 这感觉真好 真漂亮的地方 天哪 我都已经准备走了 我都已经走了 然后你们猜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什么 太漂亮了 那个方向快看 我都已经想吻响了 那就是这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晚睡的72弯的观景台 海拔有将近4000米 早上起来的时候呢 发现四周全是弥漫的这种烟雾 像仙境一样还是挺美妙的 很梦幻的一种感觉 然后马上抓紧飞了一款无人机 比较巧的是在我飞无人机的时候 正好被一个粉丝朋友认出来了 他也是从上海自驾过来的 近期心率都达到了99 心跳扑通扑通的好快 我现在在礼堂 海拔四千 算了还是别硬扛了 咱吸几口痒吧 吸完了痒 带大家去爬山 这地上都是小黄花 还有很多这个马尼堆 漫山遍野的小黄花 好开心的马 晒的太阳赤着青草 看着这么漂亮的公井 你看这个 你也转起来 哈哈哈哈 因为每天都在这里转吗 每天都在这里吗 两天来算 这是约好的是吧 哈哈 挺开心的 这里天气也很好 风景很漂亮 开心好了 怕六个路上了 哈哈哈哈 路上了 三三个路上 找到一个特别棒的地方 那么我们就来喝个下午茶吧 今天还是有一点点高反 有点累 所以我们就简单点吧 喝一个挂吧 这里海拔四千米 我就知道这里的水的费点是几度 地里面 怎么办 感谢观看 高原的气候 小气候就是如此的神奇 前面还在下雨 刚刚我们过来的地方 这边就已经是晴天了 所以那边就有彩虹了 难道因为1T5T的车友 刚刚在路上遇到的 礼堂到八堂路上 最重要的一个景点 最美的一个景点 就是这个姊妹湖 两个湖大小差不多 像姐妹一样在一起 后面还有一点雪山 这样我们就飞客风轮机 一起飞下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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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